对中国美术影响第二的就是这位被皇帝当务的艺术家宋徽宗赵吉 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能排到第二呢 我是花小二 今天来聊自称天下一人的赵吉 他对艺术的贡献 首先就是书画培训 书法上的手机书 工笔画和五大词之首的辱词 当然还有像宣和画博 宣和书博和宣和装表等 非有句话说嘛 工笔画院哪家墙 东京汴梁找汉林 这汉林就是他搞的汉林书画院 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全国的画画高手加盟 在他出任CEO期间出品了中国十大名画的两幅作品 就是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西梦的千里江山图 而且他的那个鉴赏能力还很高 在考试的时候经常出一些类似深山藏古寺的题目 得状元的就是没有画寺庙 反倒画的是一个和尚的挑水场景 这就整体提升了中国绘画的意境表达力 他学生教的好 自己也不闲的 自创了收金书 一改前朝藏风内敛的写法 飘移夸张 锋芒别露 辨识度极高 后来金朝灭北宋后 金朝皇帝完颜角苦练收金书 也然是宋慧宗的小谜底 在周董歌曲《清华词》中 天青色等艳语其实是搞错了 只有汝词中才有雨过天晴云波处这种色彩 清华词是没有这种天青色的 收支这种色彩极为困难 目前存世的汝瑶作品仅有67件半 主要是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 其中所谓的班达残片是被某博物馆收藏 他在工笔画鸟人物这方面 不仅没有任何一个皇上能和他比的 就是把中国艺术市场的人扒了个遍 似乎也找不到能和他PK的 他在工笔画上倡导的是要艺术家 不是那种抠图大师 他的花鸟画是极具写实性 而且还有意境 并且是诗书画印结合 直到现在还在他这个框架体系下发展 没有毛险的突破 关于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 是对前朝历代名画名帖的详细记录和编撰 可以不负责任的说 你若有着两本书中的任何一张真迹 在北京二环内买套房子应该不成问题 宣和装表是他规范化的收藏和传承方式 至今都在沿用 关于他八卦的事情也不少 比如他招安了水浒专中的梁山好汉 培养了中国足球先生高球 威夫私访去私会当时的异计头牌李诗诗 导致他那精力过度分散 耽误了正经业务 导致北宋被金所灭 因此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也大打折扣 咱们抛开他失败皇帝的偏见 从艺术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下 这位天下艺人赵吉 我是华晓二 点赞关注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 我听到你会不会让我更加热打扣的 我听到你会否判过 我可以认识到你会有关注